好 接下来我们看108 在课本第13 26页 高尔夫 高尔夫 第一点很简单 它说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间 第一列在这里 第二列在这里 对不对 那在这中间再插入一个新的一列 那一般我们在插入列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 下面那一个 因为它在1跟2中间 所以呢 我们插入列的时候 它会插入在这一列的上方 所以就是1跟2中间 所以我们选择2 好 按滑鼠右键 就会有插入 就会有插入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插入列 蓝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要在 B蓝的后面增加一个蓝 我们就选C蓝 因为它会在它的左边 它在左边插入一个蓝 所以你要增加列 但如果说你要一次增加3个列 4个列 2个蓝 3个蓝 比如说好 我选CDE 这样子就会在C蓝的前面 多增加3个蓝出来 就你如果选3个蓝的话 它插入就3个蓝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列也是一样 所以呢 我做最后一次给大家看就可以了 它说在C2到E2 F2到H2 就是这3个 C到E2 F2到H2 这边都要打字 打什么字呢 打score 我刚没有先打字 打score 打score 然后呢 pollution p-o-s-i-t-i-o-n pollution 跟什么 位置啊 跟leader L-e-a-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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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就這樣而已 第一題考你會不會打字 蛤? 好沒問題 我們看那個第二題 第二題哇更簡單 合併處存格分別合併A1A2 A1A2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按那個跨欄之中 跨欄之中就把它合併之後放在中間 可是因為他這一題他好像也沒講對不對 也沒有講說要跨欄之中 他只有講說合併處存格 題目好像只有這樣講而已對不對 所以呢比較麻煩一點 就變成說我是怎樣 處存格格式這邊 然後對齊這邊 這邊合併 就是說沒有去破壞他原本的格式 只是把這兩個格子怎樣 把它合併在一起 所以一樣圈兩個起來 從這邊也可以啊 都可以 合併處存格 都可以 對跨欄之中的話是 合併之後再放中間 可是他題目沒有講說要跨欄之中啊 所以我才沒有這樣做 這樣懂得意思嗎 他差別就在這裡而已 跨欄之中就是比如你圈這三個格子 把這三個格子合在一起 然後還要再做一件事情怎樣 至中對齊 了解嗎 所以用跨欄之中 也可以 對就是插在這裡了 但是因為題目沒講啊 所以害我 我現在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要不要跨欄之中 但是好像我有評分過 兩個做好像都對 就是你這樣子做 你把它和投屏主文格 或者你把它圈起來 跨欄之中 都對 但是你只要知道它的差別就就好了 我覺得啦齁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呃 怎麼講 學這種東西就是你了解它的意思 因為有時候評分 評分那個系統有時候 有時候會有點怪怪的齁 但重點就是講的那個東西 你知道它的差別 跨欄之中 合併儲存格 你要知道它的差別在哪裡齁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一次來講3跟4齁 第三 他說將儲存格23 呃 N3的公式 這裡齁這個格子 為儲存格L3減掉72乘4 哇這直接跟我們講 等於L3L3在這裡 減掉72乘以4 就這樣而已啊 好他直接題目就跟我們講那個公式啦 我們就打好就好啦 然後他也直接跟我們講說 之後往下複製公式 填滿至公式75 所以只要Double Click 點兩下就好啦 他就會到最下面來了 就是設定這個公式啊 L3減掉72乘4啊 對啊 然後滑鼠在這個小方塊上面 點兩下 對不對 就填滿了齁 第四題 將儲存格 第1到第75列列高 第1列在這 75列在最下面 1到75列列高 所以我把1到75圈起來 滑鼠在隨便一個列的上方 按滑鼠右鍵就有列高 列高直接就打多少 25 25 很確定 哇 這樣而已 很簡單耶齁 3分4 好 好 第二題他怎麼講呢 他說將儲存格範圍 A1到N75 Ctrl加A 隨便點一個格子 Ctrl加A全選 全選 全選 當然你忘記了快速鍵的話 自己拉全選就對了 內框線為最細實線 來直接畫框線 在這裡 幾道框線 內框線喔 我們現在畫內框喔 內框呢 他說是最細實線剛畫過的 對不對 在這裡 框線樣式左欄 最下方線條樣式 然後外框線為次出 所以我先畫一下內框 然後外框線他次出 他說是右欄第五個 12345這一個 畫在外框 請問你而已吧 按確定 就畫好了 然後第二列 第二列在這裡 第三列在這裡 他說第二列跟第三列之間為雙線 看你怎麼圈啊 比如說我圈第三列好了 那我現在等一下畫在上方 你如果這樣圈呢 畫在下方 對啊就看你怎麼圈啊 好畫什麼呢 他說畫雙線 我現在是這樣圈對不對 我是要畫下方 啊你如果圈 第三列你要畫哪裡 上方 反正不管你怎麼圈 就這裡要怎樣 這一條線要雙線 啊一條網 這樣知道齁 就只有這樣而已齁 所以這一題 就只有畫線齁 這題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好我們來看第六題齁 第二題有兩個設定格刷條件齁 它題目寫得很長 不過它做的東西很少 它說設定18洞 36洞跟54洞這三個 它的Leader 所以只有這 這三個的Leader齁 七色洞沒有 七色洞它要畫另外一個 他說這個呢 要把它變成一個 五分類的一個格式化條件 五分類格式化條件 所以呢重點在於 所以你要把它圈起來 那這個地方圈起來 啊記得齁 三個要一起圈起來 你不能分開做 不可以分開做 不可以分開做 好就Leader圈起來 然後再按住Ctrl鍵圈 圈第二個 然後繼續按住Ctrl鍵圈 圈54洞的Leader 好三個都圈好之後就做完了 為什麼呢 你就直接選擇這一個 五分類有沒有 好 啊記得要一起一次一起圈 不可以分開做 這一題它有特別跟你講 不可以分開做 好B 設定七色洞 七色洞這邊呢 它就比較不太一樣一點 七色洞D的欄位 所以N3到N75 所以一樣把它圈起來 這七色洞的是 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把這個Leader圈起來 圈起來之後呢 它要做什麼 它說要做三件號彩色 三件號彩色的一個 圖式級的格式化條件 所以呢這個我們就要自己做了 新增規則 圖式級 然後呢選擇三件號的彩色 三件號彩色 在這裡 有沒有 三件號彩色 就選擇這一個就對了 那選擇這一個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看底下跟你講 高於標準感正數 以綠色向上 所以綠色向上這邊 是高於標準感綠色的 所以呢你就是大於等於多少 0 有沒有 大於等於0 大於而已 因為它是什麼 正數 所以變成說只要是正的 不是0 大於0 大於0 大於0的話 它要顯示往上的箭頭 對不對 然後再看題目 平標準感0的時候 所以呢 剛剛我們為什麼不要用0 不要用等於 因為等於0的話 它有一個另外的條件 就是平標準感 平標準感的時候 以黃色箭頭來表示 黃色箭頭來表示 所以呢 變成說黃色箭頭這邊 我是用0 也是一樣等於0 它是大於等於0 就小於跟0 所以變成說只有黃色 只有什麼 只有0 那紅色呢 就變成說是負子的 所以小於0 就變成說正的是綠色 0呢 黃色 紅色呢 小於0 只有小於0 就變成負子的都是紅色 按確定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題呢比較簡單 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對不對 因為它還有顯示數值 所以你看 負的它全部都是什麼 紅色的 那綠色的是正的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比如黃色 欸有欸 0就是黃色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真的跟我們所設定的想法是一樣 題目它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一題其實看你說 題目可不可以看得懂 反正正的用綠色 等一下你看一下就知道 負的就已經 那個紅色 那0的一定要顯示什麼 黃色 你知道嗎 這題目有這麼的意思 這樣而已 好 最後一題把它講完 A1到 沒有真的很簡單 A1到N2 它說填滿色彩是淺綠色 填滿色彩 淺綠來吹一下 欸淺綠在哪裡啊 這個 這個 要做之後 這個用淺綠色是第七題 最後一題 好嘞 好最近簡單嘛 吼 你剛剛第一個有沒有 嘿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框起來之後是去 那個是外團隊找什麼 喔五分譜 那個 那個五分類 不是五分譜 五分類 圖是那個什麼 五分類啦 五分類 那個 那個 谢谢观看